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Node.js 这个消息服务器开发 这一期内课程 这节课呢是我们这一期内课程的 第五讲 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好 这节课的主题呢 是我们这个Softi.io的一个入门 在说 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之前 我们来先回顾一下 上一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上一节课主要讲什么呢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这个 基础聊天室服务器的一个实现 然后呢 学习了这个REPL 这样一个解释的一个 控制台的一个解释器 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两个技术 来实现了一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小 小demo就是说我们这个 console chart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不再 使用这个TCP的 这一套的一个方式了 好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使用什么呢 我们主要使用HTTP的一种方式来 实现我们的这样一个聊天的 一个即时通信的一个效果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会使用到一个 load的比较出名的一个 包 叫这个Softi.io 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两个 比较两个小点 第一个呢是什么是这个Softi.io 第二个呢是如何使用它 这两个呢就是我们这节课需要 来 告诉大家的一个 东西 好那么首先什么是Softi.io 看一下 Softi.io呢它首先是一个什么呢 load的一个pandkey 然后第二个呢它是load下面的 这样一个实时的应用程序框架 然后基于它呢我们就可以来 做到很多实时的这样一个 消息通知 然后它的官网呢是Softi.io 然后GitHub地址呢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址 这呢我已经打开了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是Softi.io这个网站 第二个呢是GitHub上面这个原代码 托管的一个网站 这两个网站的话访问其实都有一点慢 特别是这个Softi.io的官网 访问起来是相当的慢 很难打得开 好那我们直接看这边 好关于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的话 我相信大家可以从这里能够很好的去学习和了解 这样呢我就不再多说 这个关于Softi.io的一个介绍了 这里呢我们主要的内容是如何来使用它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使用 当然我们在使用load包的时候 我们第一步都是去什么呢 安装这样一个包 Softi.io的这个包的一个名字的话 其实它的名字就叫Softi.io 所以说我们要用的时候就需要npm installSofti.io 好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具体来用代码来为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是我们的05 没有安装这个 既然的话我们要使用它 那我们就安装一下 Softi.io 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求我们有那些环境 这个我就不用说了 肯定会有的 好安装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去安装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用它 然后来监听端口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客户端连接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来实现一个简单的一个客户端 客户端呢因为是基于http的 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是通过html这个页面来实现一个连接 好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几个步骤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串联起来的 然后呢也来演示一下这个Softi.io它能实现的一个效果 好 这边安装也有一点慢 好 等它慢慢的安装 在安装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来创建我们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Saver了 Saver-js 这个地方它怎么装 我们就忽略它 我们就建这个Saver-js 好 老规矩 既然要用 我们肯定要什么办呢 requill进来 好 requill我们的soc socket.io requill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说了 好 这个时候包我们已经导入进来了 那么有了包之后 我们就需要怎么来做呢 创建一个Saver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Saver拿到 Saver呢就是我们的IO 创建Saver之后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saver.listen 监听我们的端口 好 当然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这里来访问我们的 来输出我们的这个结果 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跑一下 这边还没有装成功吗 这个我们就暂时先忽略它 因为它已经在 还在还没走完 我们看这个loadsaver能不能跑成功 看一下 他说 没得到我们的这个模块 inj.io 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没有装成功 所以呢 还得等一下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Saver端的一个代码 看一下 和我们往常的这样一个Saver有什么区别吗 首先是通过一个Late来创建一个Saver 然后呢 来监听一个端口 那现在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通过IO来创建一个Saver 就是扩起来 就是说创建一个Saver 通过IO 创建一个Saver 好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个ADDR给拿的 Saver saver.address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console.log listeningport 好 这我们换一种写法 用这种写法来做 看一下 这个 这个确实太慢了 影响我们演示了 好 对于这个慢的时候 这个我们可以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 ncmconfig get re gist 看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样一个东西 发现它是带https的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把它变成什么呢 可以 set 把它变成我们不要 https 是http的这样一个协议的 通过它的话 我们再来去做 可能就会快很多 好 好 我们再试一下 这个呢 是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 由于我们这个仓库的话 它如果是在https 它可能会请求的相当慢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把它改成 http这样一个协议 那就会很快的可以下载下来 当然我们还可以把它改成我们国内的一些镜像站 那这样子的话 就避免了这样一个 跨 外网的一个访问了 就也就避免了这个防护墙的这样一个限制 好 这个就等一下 比较慢 除了这个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的NPM的一个版本 如果发现我们的NPM比较成就 我们还可以把NPM给升级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 它也有可能会加快我们的这个NPM下载的这样一个效率 好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已经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就来启动我们的这个Saver NodeSaver 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成功呢 我们从这里似乎看不到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回调 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回调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看有没有这个回调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 我们把这个Saver.listen给打印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显示一个方形 这样子的话不明显 这样子的话不明显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这个工具也不会提示 好 那这个时候没办法 就暂时不要这个回调 我们把它放在后面来 直接写明我们监听的这样一个8000号端口 好 那通过这样的代码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服务端已经启动 启动之后 我们就要来建立一个客户端来进行访问 我们来看一下客户端应该怎么来建呢 这里呢我建一个Client目录 为什么要建一个Client目录 因为我们可能不 Client不仅仅有一个什么呢 好 我们叫indexHTML 看一下 socket.io.clientPage 当然我们要使用的话 我们要使用socket.io.client的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需要第一步是干什么 是导入我们的这样一个socket.io的一个 JS文件 那这个文件是什么地址呢 也就是我们的http 确实是这个文件 那为什么是这个文件呢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约定 因为socket.io本身的话 如果你 你启动了它 那么默认情况下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 这个路由 这个路径下 提供这样一个JS文件 好 所以呢 这个是第一种 那 我们为了让它这个更轻量级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存起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把它存到我们的这个目录下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显得更简单 好 socket.io.js 那这个是我们的路径 我们就只需要用这一截就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需要来创建我们的socket.io的collect col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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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o哪来的 这个io其实是这个socket.io.js 这个文件里面 创建了一个全局的一个对象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 io.collect 这里呢 跟我们的这样一个服务器的一个地址 localhost8000 好 这样子的话就 算是连接了 连接了之后 应该怎么来发来通信呢 还记得我们的这个tcp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什么做法呢 来按一个什么呢 data 当有数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处理 那 其实呢 在socket.io里面 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 只不过这个事件的名称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就不是这种 约定好的这样一个东西了 所以说当 我们出现了一个 workcome的一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来把这个data打出来 那我们把这个connect 也给启动一下 这个我们把它 好 当然它是没有用的 但是看起来是没有效果的 因为我们没有谁去触发这样一个 workcome这个事件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改这个server端 既然我们这个io这个server已经创建好了 那怎么给客户端发消息呢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怎么做呢 想一下我们在tcp的 那个时候的一个做法 其实现在呢 也是类似的 看一下我们这个server是怎么做的 onconnection的时候来 把这个socket 来进行做处理 其实我们这边的server也是一样的 连世界名都是一样的 在server来监听这样一个connection 这样一个事件 就是说客户端来连接的时候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socket这样一个对象出来 那它呢 就可以调用我们的这样一个什么呢 workcome 好 这样子的话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server启动一次 重启一次 看一下 很明显 我们就能够收到 这个服务器的一个推送的一个数据了 看刷新一下 当这个message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收到这个服务器的 welcome to这个socket.io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呢 其实是在服务器端进行一个推送过来的 好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socket的一个程序 包含一个server和一个connect 那connect也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就会想了什么时候来知道这个退出这些东西呢 好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稍微改进一下我们这个server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同样的以前在tcp的这种方式下的话我们的退出是来监控什么时间呢 是来监控我们的close这样一个事件那这边呢其实是叫disconnected 这个内容呢其实在这个socket.io的一些文档上可以找得到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干什么呢 connected disconnected 当前用户数现在是多少呢 好 user count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外部来创建一个user count 好 得零 那每次当我们这个失去连接的时候我们很明显就要减一个 那当我们每次创建这个连接的时候就要加一个 当然我们在加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 可以在后端进行一个提示什么呢 collect connect 好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 又完善了一步 再看一下 好 collect connect 当前用户一 那我们再来创建一个 两个connect 现在就有两个用户了 好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socket.io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demo 去掉 当然同样的 当然同样的它也是discount 那然后既然是即时通信又是http 那到底它是用了什么方式呢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f12来跟一下 看一下我们这个save 这个也关掉 这个也关掉 注意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server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因为看一下它就算是连接它也收不到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可能会监视一下这个l的一个arrow 来处理一下一些异常 这里呢 从这儿可以看出我们这儿应该是卡住了 好 这里我们重启一次 好 f12 看一下我们这个请求 注意看这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它的这个type呢是什么呢websocket 然后它的连接时间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直在这里连着的 所以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通信方式 是通过这个websocket 来进行的一个即时的消息推送 这个呢就其实是socket的一个web版本吧 可以这样 从名字也可以理解 看得出来 socketweb 好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使用 那么我们除了这种方式我们还可以怎么来做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实现一个saver 就是说另外一种实现方式 当然大部分的话和这个是比较雷同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借助我们的http 这样一个saver来实现了 首先是我们require一个http 然后同样的是我们的这个socket.io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怎么做的呢 这边都是不管的首先这边是什么呢 通过http来创建saver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saver是怎么来做的 是我们的http.createsaver这种方式来创建的 然后呢它怎么来和我们的这个 关联呢 它怎么来和我们的这个socket.io关联呢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把io 然后把我们这个http.createsaver给传递进去 这样的saver也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关联socket.io 当然下面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异 就直接这样子走就行了 当然这地方需要注意了到最后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呢 是通过http.createsaver来进行一个监听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完全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了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启动一下我们的这个saver tool 好也是启动了的 好重新连接 每次刷新也是能连接上的 再加一个 OK没问题 看一下当前两个是两个用户 好 这些呢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内容 认识 教大家认识了什么是socket.io 然后呢展示了如何来使用我们的这个socket.io 好 那么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先到这里 下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socket.io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结构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